今天喔,我們的這台TD02 我們有多了一個新夥伴 可以看到這個畫面喔 這是所謂的FPV 我的感覺是說這東西非常的高科技 然後沒有辦法親近 其實這個接收器大概700塊台幣而已 700多塊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這攝影機也將近700塊 所以然後我當初買的時候 這樣子是一個set 這樣一個套件 這樣子總和是1300塊 它可以讓你任意接你想要的 Android的系統 這兩天天氣比較差 我沒有辦法出去拍攝 因為台風天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先在家裡面先試探喔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把它接電腦 那把它插上去插在USB這邊 那它這邊的話就會判斷成是一台 USB的CAMERA 蠻有意思的齁 它是虛擰成說它是一台網路攝影機 你不可能去買到一個這麼大畫面的一個 我們講的DVR或者是一個Monitor 用電腦就很方便啊 然後這個接收器在這邊而已 那你如果覺得它的天線不好的話 可以去買好一點的天線 今天如果我們要尋… 它上面有兩個按鈕 如果我們要尋找另外一個廠牌的攝影機 只要在我的… 這一個… 我只要我在這邊… 壓住 好!現在開始…它開始在掃平了 OKOK 這台是比較前面這一段的 然後我車子上面的這個 它在後面這一段 OK 可以看一下喔 是不是不一樣了 你看一下我現在畫面是我手上的這一台 那我隨時可以用上面這個方式 我可以做切換 我們現在從剛剛我手上這一台的螢幕 我們切到車上 開始囉 開始有找到 你看 OK 它現在切到我車上了 很帥吧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這個功能非常好 呃…就是說 我…我可以先在家裡 把每一台車子的… 這個攝影機 我都先可以把它設定好 然後出去之後 我可以分別… 就是我不用在那邊拆拆裝裝 反正我只要記得那台車的頻率 也甚至不用記 或者把那對頻有對好的話 我就可以隨時做錄影 或做紀錄 OK 我們在接收機的部分 我們已經… 主要的幾個方 我覺得很方便的功能 我們把它介紹完 那現在再講一下 就是說… 我們… 車子上… 這個攝影機的部分 我們怎麼去做… 建置 車上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把這個殼打開 是用… 熱熔膠 然後電源線 然後發生到 我這邊有一塊這個小板 這是… 很便宜的 一片大概… 二、三十塊的電源板 最上面的是… 輸出 然後接下來是… D 然後接下來是… V-In 電壓印 最下面是… EN 就是所謂的啟動 這一個角 預設值就是… Enable 所以這根角不用接 沒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這個… 我的接法就很簡單 就是把電源拉出來 輸出拉出來 然後把它的輸入 接一條這樣子的線 它上面這邊有一個VR 我們要去… 調整這個VR 調整這個比較小的螺絲 去調整這個VR 然後讓它的輸出電壓 可以符合我們… 說明書上的2.9至5.5 那我目前所調的電壓是… 大概是… 3.8左右 我的電壓是給到3.8 是給到3.8 也就是說我們從… 這個… ESC出來的6V 然後給… 接收機… Receiver 然後再從Receiver的6V 一直到給這個板子 然後我們透過這個… 板子去把電壓降到… 像我們剛才講的 大概就是… 3.8V左右 給這個… 攝影機這邊來使用 這樣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得到… 多年幾個月 對… 調整這個VR 也有些人 就不過… 可以分享一下 手房子 功夫 館 到了… 它就是… … … 沒有… 那麼...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